在经历了昨天因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温 纽约的股市出现大跌之后 今天的情况如何 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助纽约记者方斌 请他来介绍一下纽交所的收盘情况 方斌 好的 这个刚刚收盘的这个纽约证交所的三大指数呢 今天是以这个小幅或者说是微幅上扬的来做收 那么道琼斯工业指数呢是上升了17点 升幅呢仅为0.08% 都不到0.1% 那么标准普尔500指数呢上升了3点 上升的幅度呢仅为0.13% 那么纳斯达克指数呢上升了40点 升幅呢为0.64% 那么三大指数在盘中的这种表现呢 表现出了就是这种恢复的力度呢 还是相当的疲软 而且呢从一周的这个走势来看呢 整个股市还处于这个下行的这个轨道之中 昨天也就是礼拜四呢 这个纽约股市呢是出现了自五月份以来的最差的表现 同时全球股市呢也受到了影响 在欧洲伦敦股市巴黎股市呢各跌了一个百分点 在亚洲香港股市和这个韩国股市呢各跌了两个百分点 在中国呢上升指数呢是跌了超过1.5个百分点 那么全球股市在川普总统跟朝鲜进行的这种军事威胁的口水战的这几天里面 总共呢是蒸发掉了1万亿美元的这个市值 不过呢有两位投资专家在接受美国资金采访的时候说呢 说投资人呢可能有一些反应过度 那么一位投资专家说啊 其实朝鲜的这个动用核武器的这种可能性是相当的低 另外一位专家说呢这个在短期里面 这个军事冲突呢是不可能发生的 但他同时呢也指出从中期的情况来看呢 这种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呢仍然是存在的 那么即便如此我们从今天这个三大指数的表现来看 这种盘中的博弈还是相当的激烈 在早盘的时候呢 这个道琼斯工业指数呢一度上升到了60点 但是到了今天下午两点钟以后呢 急剧下挫 跌破了这个昨天的收盘的这个数字 但是呢到了这个尾盘收盘前的半个小时呢 又小幅上扬 那显示出了这个投资人呢 对于这个美朝之间的这种军事冲突的这种担忧 仍然是挥之不去 而且我们可以预计呢 下周这个交易开始的时候 投资人仍然是会关注美朝之间的这种紧张局势的评章 好的谢谢方斌在纽约的连线报道